最高法院3月8日拒绝了前总统特朗普要求判定 威斯康辛州选举结果无效的诉讼 这也是特朗普提起的最后一起要求推翻大选结果的上诉 在没有提及异议的未签署命令中 大法官们拒绝审理特朗普的诉讼 该诉讼指控威斯康辛州选举官员在疫情期间扩大缺席投票 违反了宪法 大法官们的决定给特朗普推翻大选结果的法律挑战 画上了句号 特朗普及其盟友在选举后共经历了60多次的失败 仅有一次微弱的胜利 在拜登以2万多票的微弱优势赢得威州之后 特朗普提起诉讼称 威州选举委员会制定的政策 非法篡夺了州议会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利 特朗普在12月下旬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在1月6日国会认证选举结果之前 对他的案件进行快速审理 但是大法官们拒绝了这一要求 最高法院拒绝特朗普的上诉 意味着只有不到四名大法官同意审理他的案子 最高法院中较为保守的几位大法官 此前曾经表示 有兴趣解决有关宪法 对州内选举权分配方式的问题 一些法律学者认为 1月6日国会大厦的暴乱事件 使最高法院不愿在受理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纠纷 原因是担心受理后可能会助长特朗普及其盟友提倡的 选举结果不合法的虚假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